芹菜炒肉,到底是先炒芹菜还是先炒肉,很多人都错了,今天大厨教你正确的做法 先把芹菜用刀从中间给它化开,这样更容易入味 然后把芹菜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到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再切点葱姜蒜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红椒,把红椒切成红椒丝 再准备一块瘦肉,先切成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瘦肉丝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加88粒食盐 再加一勺生抽和一勺料酒 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拌均匀 再打入一个鸡蛋 加一勺玉米淀粉 继续给它抓匀之后腌制15分钟,使其入味 把锅里水烧开,水开之后加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把芹菜下锅焯水 加着食用油,焯过水的芹菜就会更加的翠绿 焯水30秒就捞出,不要焯水时间太长 接着起锅烧油下入肉丝 把肉丝给它划散 把肉丝煸炒至变色之后出锅备用 再次起锅烧油下葱姜蒜炒香 炒香之后下入肉丝 稍微翻炒一下 加少许的老抽上色 接着继续煸炒 稍微煸炒一下 下入芹菜 再下入红椒丝 接着继续翻炒 翻炒片刻之后开始调味 加适量的食盐 鸡精 白胡椒粉 白糖 再加入一勺生抽 接着继续翻炒 炒熟之后即可装盘 芹菜炒肉用这个方法做 芹菜鲜嫩翠绿 肉丝鲜香滑嫩 真的是太好吃下饭了 你何人可吃生的 焦和就吃到 炒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